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海空戰場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 而航空母艦要逐漸取代戰列艦 成為海空戰爭的主力 主宰著整場戰爭的發展 在中途島海戰入面 美軍就以躍性強 重創日本聯合艦隊 成功逆轉太平洋戰爭的局勢 大家好,Armorphistry 這個頻道主要會通過電影解說 和大家探討一下電影背後 帶出的議題和啟示 同時我也會偶爾各別講解歷史議題 和大家分享多些往發生過的事 如何影響我們身處的世界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分享 想進一步支持我們的話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會員 優先看我們的影片 又或者選擇影片的題材 而今天 我會和大家講一下 由真實事件改編而成的美國歷史電影 決戰中途島 在1937年12月 在日本海軍名將 三本56的邀請下 各國海軍軍官齊勢在宴會上 三本56 在著名的哈佛大學畢業 曾經是駐美海軍武官助理 這個時候日本軍國主義盛行 日本入侵中國後士氣大爭 渴望成為世界霸主 美日之間的衝突 看似在所難免 十分了解美國的三本 甚至日本 不可能在一場長期戰爭中 打贏美國 所以三本一直主張避免和美國發生衝突 但這種溫和的取態 令三本成為民族主義者刺殺的目標 三本和駐入美國海軍武官助理講 日本有八成的石油都來自美國入口 一旦美國切斷供應 日本 將會被迫採取極盡手段 背後表達的信息 不言而喻 戰爭正逐步迫近太平洋 在四年後世界陷入戰爭當中 日本全面入侵中國 納粹德國有橫數整個歐洲 但美國仍然保持孤立主義 在1941年12月7日 美軍企業號航空母艦正身處在珍珠港以西170海里 部分的飛行員奉命駕駛戰機飛往珍珠港 珍珠港位於太平洋的正中心 是美國太平洋的艦隊海軍基地 珍珠港上的士兵 盛享受星期日的偏黑安寧 突然之間 珍珠港上空出現成群結怒的戰機 日軍發起對珍珠港的偷襲 一時之間 美軍絕不及防 死傷慘重 在日軍的猛烈攻勢下 主力艦阿里桑拿海大火中沉沒 數以千計美軍撞身於珍珠港 美國想方設法 找出日本艦隊的位置 但最後都是無攻而回 除了珍珠港之外 日軍也攻擊多個美英殖民地 情報人員發現 日軍動用了六艘航空母艦攻擊珍珠港 但慶幸的是 日軍並未摧毀珍珠港的遊庫 否則 太平洋艦隊就要撤退到西岸 美國總統羅斯福說 這一日 永遠都是美國的國此日 三本五十六之道 他們已經喚醒了一個沉睡的巨人 三本的手下山口多聞 亦都參與到珍珠港的偷襲行動 他跟三本說 率領艦都是南雲中一 並未接納他的建議 找出美軍航母的位置 以及摧毀珍珠港的遊庫 這個毀滅性的錯誤 導致美軍能夠短時間內 恢復戰力 但三本並不希望調走南雲 因為他們需要一致對抗陸軍 一直以來 日本海軍和陸軍之間 都存在著極大的矛盾 海軍認為 他們必須要摧毀美軍的航空母艦 重創美國在太平洋的海空力量 但陸軍認為 日本的首要任務 就是要奪出他們所需的資源 海軍要做的 就是要配合陸軍的行動 另一邊相 美國經歷完珍珠港的重創 太平洋艦隊已遭到癱瘓 戰況比報告上說得更加惡劣 美國有三艘航空母艦 日本有十艘 美國已經沒有操作正常的戰艦 日本有九艘 而且擁有更多的巡洋艦 轟炸機和戰鬥機 身上任太平洋艦隊司令 尼米茲 接到命令 立即前往珍珠港 三本也密羅緊固 籌備下一次行動 目標就是珍珠港的前哨地 中途島 只有攻佔中途島 就能夠奪取珍珠港 雖然直捐成個美國西岸 美軍仍沉浸在戰友離去的傷痛裏面 他們都很希望為戰友復仇 為了鼓勵士氣 尼米茲派出艦隊攻打馬嘯爾群島 在2月1號 美軍艦載機攻擊日軍的艦艇和機場 經過一番擊戰 日軍大批轟炸機被摧毀 但不少美軍戰機也被擊落 魚雷也都對艦艇起不到任何作用 很快地美軍又部署下一場行動 在4月18號 16架轟炸機 打算從大黃豐號航空母艦出發 由杜納德指揮轟炸東京的行動 最後去中國降落 這場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杜納德空閘 但由於艦隊逐步逼近日軍的偵察哨 轟炸機編隊唯有提早起飛 機組人員可能會因為不夠燃料而跌入東海 又或者飛入日本的佔領區 很快地 轟炸機出現在東京的上空 對重要目標實施轟炸 日本上下為之震驚 美軍耗盡燃料後跳散逃生 降落在日本的佔領區 但得到當地遊擊隊協助而脫險 日軍位於報復美國行動 大規模掃擋佔領區 雖然轟炸東京對日本造成輕利的傷害 但卻大大鼓勵美軍的士氣 亦因為這件事 陸軍認同三本的看法 而三本有能夠執行中途島的計劃 意圖引誘並殲滅美國航空母艦 在這段時期之前 日本派出航空母艦前往珊瑚海 打算撤斷美國和澳洲之間的聯繫 尼米茲一聲令下 企業號約克鎮號 和列星頓號在珊瑚海匯合 打算阻止日軍行動 但情報人員指出 珊瑚海只是前奏 日本人正在部署更加大的行動 在5月8日 列星頓號在大火中沉沒 約克鎮號已受到重創 企業號足足遲了24小時才到達現場 整個太平洋只剩下企業號 和大黃豐號兩艘航空母艦 指揮官對魚雷毫無信心 只是寄望於苦衝轟炸機 摧毀日軍的航空母艦 另一邊廂 南雲中一率領部下進行沙盤推演 模擬美軍從珍珠港出發 前往中途島 但有年青軍官指出 當日軍軍炸中途島的時候 從中途島東北方埋伏美軍 就可以趁機重創日軍的航母 南雲中一堅持認為 美國人是不可能事先得知日軍的行動 殊不知的是 美國的情報部門 早已破譯日軍的密碼 事先得知計劃 並且整裝待發迎接日軍的到來 尼米茲下令 珍珠港的工作人員 在三日之內搶收約克鎮號 為這場戰役 準備更加多的籌碼 在6月4日早上 以四艘航空母艦為核心的日軍艦隊 大約250架艦載機大隊 開始空襲中途島 同時 若克鎮號港到現場 聯同大黃鋒號和企業號 對日軍艦隊展開攻擊 南雲中一堅持認為 這些飛機是來自中途島的機場 並下令發起第二輪的空襲 但沒多久 日軍的偵察機 發現美軍艦隊的蹤影 南雲中一猶疑了一陣 之後命令艦載機重新裝備海上武器 正在日軍換武器的時候 美軍的俯衝轟炸機出動 潛艇也對日軍艦隊發起攻擊 日軍決定留下一艘驅逐艦對付潛水艇 之後再追上艦隊 美軍的艦載機發現驅逐艦的身影 他們跟隨驅逐艦的路線 發現日軍艦隊 但日軍忙於跟換武器 甲板上一部滿彈藥 俯衝轟炸機編隊向日本艦隊發起進攻 美軍的炸彈 直接引爆日軍航母甲板上的彈藥 加賀號 蒼龍號 赤城號接連遇襲 陷入一片火海 在上空盤船的零式戰機 又沒辦法降落在武艦上 即使機組人員不斷搶救 仍然沒有了大貨的蔓延 美軍成功摧毀三艘日軍航母 但同時也損失大量艦載機和飛行員 剩下的飛龍號航空編隊反攻美軍航母 並斜擊沉入黑鎮號 山本仍然寄望於飛龍號 和其他戰艦贏得戰爭 不過 剩下的美軍艦載機再次發起攻勢 創創飛龍號 日軍遺免飛龍號落入美軍手中 學令潛艇將飛龍號擊沉 艦上山口當民伴隨艦艦撞身大海 日本的大國夢 彷彿伴隨著飛龍號的沉沒而滑滅 美軍隨後撤出戰場 避免遭到日軍戰艦的攻擊 日本也下令艦隊撤退 自此 中途島戰役以美軍獲勝高中 成功逆轉太平洋戰爭的局勢 《決戰中途島》 作為一部美貴歷史戰爭電影 由導演羅倫艾默列治執導 在2019年上映 電影改編至美日太平洋戰爭 港術美軍經歷完珍珠港的慘敗後 怎樣在中途島海戰入面逆轉局勢 正如電影《情節》所說 在1937年12月 日軍在入侵中國後士氣大爭 當時的日軍已經攻陷國民政府首都南京 挑戰美英兩國在亞洲的地位 美日關係也因此而緊張 在1940年5月 納粹德國 徽軍進攻西歐 盟軍直接敗退 這個時候日本 正深陷中國戰場的來臨 日本長期要求英法兩國 關閉填面公路 阻止國民政府從外國輸入軍事物資 英法兩國忙於應付歐洲戰事 只能夠答應 沒多久 法國 比利時 荷蘭等國宣佈投降 只是剩下英國孤軍作戰 國民政府只能夠依靠香港輸入軍事物資 進一步被日本孤立 同年的8月 美國終止了除了英國以外的石油出口 並在之後對日本實施廢鐵禁運 在9月 日本和德國 意大利結成俗心國 並且佔據法屬的中南半島北部 在1941年7月 日本更加佔領中南半島南部 嚴重威脅西方的亞洲殖民地 美國隨即凍結日本的資產 並在8月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 要求日軍撤出中國 英國和荷蘭東印度緊隨其後 對日本形成ABCD包圍網 擺在日本眼前的 只有三個選擇 1.發動戰爭 2.對西方國家讓步 3.坐等石油儲備好盡 日本內部就開戰與否爭論不休 時任的日本首相敢為民謀 一直嘗試與美國當局調解 但美國政府堅持日本必須撤出中國 這件事是任何日本官員都無法接受的條件 在10月中 以東條英機維修主戰派 迫使近衛民謀辭任首相 東條英機成為新一任的日本首相 當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三本56 已經預料到美日中九一戰 他認為只有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 日本才能夠掃除障礙南進 迫使美國在談判桌上仰步 在1941年初 三本56就制定Z計劃 計劃以6艘航空母艦為核心的艦隊 發起對珍珠港的旗襲 起初 不少海軍高官認為 三本的計劃過於冒險而反對計劃 但經過一波三折 大本營最終同意三本的作戰計劃 日本的航空母艦編隊 要按照計劃 接受嚴格的訓練 進行多次沙盤推演 而軍方已派出特攻 收集珍珠港的情報 直到1941年11月26日 美日談判仍未能達成共識 由南雲中一率領的航空母艦編隊 從日本開玩珍珠港 在12月7日 日軍戰機從航空母艦起飛 對珍珠港發起奇襲 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受重創 但由於南雲中一 並未發起第三波攻勢 摧毀港內的油庫 發電站 船澳等等的基礎設施 導致美國太平洋艦隊能夠迅速恢復戰力 而且 美軍的航空母艦並未停拍珍珠港 以至於日後美軍能夠反攻日軍 直接空襲日本本土 甚至讓得中途到海戰的勝利 更嚴重的是 按照原定計劃 日本會正式向美國宣戰後30分鐘 才會發起對珍珠港的襲擊 但由於船疫問題 大使館人員 在襲擊發生之後 才向美國遞加宣戰書 日本不宣移戰的舉動 引起美國上下震撼 由原先的和戰不定 轉移一致對日宣戰 徹底扭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格局 即使日本在戰爭初期勢如破竹 接連攻佔香港 馬來亞 新加坡 菲律賓等等的殖民地 而日本零式戰鬥機的性能 也超過所有盟空的飛機 但經過中途島海戰 日本的海空力量遭到重創 不僅損失射手航空母艦 以及蘇巴架艦載機 同時也失去大批優秀的飛行員 這些都是日本不可能短時間內 能夠補充得到 後來 日本在瓜島戰役中慘敗 日軍只能夠轉入被動狀態 依據絕對國防圈 抵擋美軍的攻勢 隨著美國的戰爭機器開始運轉 越來越多新型戰艦來飛機運往前線 日本就已經在戰爭中注定失敗 而中途島海戰 又自然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 加快盟軍 又日本的反攻 越南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